法国太空人佩斯凯从距离地球400公里外的太空舱窗户 端看这颗地球样貌 除了地中海森林大火伴随着浓烟 还有频繁的热带风暴 可以看见后时的云墙和飓风眼 这是佩斯凯从未见过的景象 也对地球的脆弱有了前所未有的体会 其后变迁带来的灾难迫在眉睫 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使的佩斯凯 也将这份忧心传达给世界各国领袖 而目前正在英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讨论如何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并提出具体的解决对策 会中领袖们承诺将智力降低甲烷排放量 及目标在2030年前终结30案发 希望透过各项措施实现增温控制 只不过现实大国脚力都让遏止全球暖化 变得更加困难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中央社组合国气候变化 中央社组合国气候变化